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来聊乌克兰吧,还是聊巴赫木特吧 巴赫木特现在的战线没有什么变化 比较奇怪的是,有一些鹅粉啊,就是鹅粪吧 他们经常在我国内的西瓜跟头条的视频下面留言 现在已经没有抖音了,我的抖音已经完全被分禁了 也不允许我重新再注册号,也无所谓了 哪天这个西瓜跟头条分了,我也就不在国内发了 没多少必要嘛,你上哪个平台都一样 你再注册一个号,它也给你分禁了,不怕麻烦的 我就在油管上玩就行了,也挺爽的 最近我在油管上好像是表现也不错,我也挺满意的 好了,我们把话题再回到战场吧 那些傻瓜们在我的视频下的评论区留言 说,你看现在,你们那个总统,斯洛斯基督承认巴赫木特被占领了 他们撤军了,他们就差没说基辅也被占领了 哦,对了,去年这时候啊,就是基辅人民 把俄罗斯刚刚打退嘛,俄罗斯就在3月底 完全撤出了基辅地区,3月31号 也就是今天的时候,他们撤出了爆炸 也就是去年,去年的今天,3月31号 乌克兰完全控制了布查 发现了他们在布查犯下的罪行 就是杀了很多老百姓嘛 有些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就被人家坦克炮 给昏在了路边 他们还不承认,说乌克兰发这些消息是挑衅 后来人家美国的商业卫星拍下了完整的,就是屠杀的过程 那个人骑着自行车怎么走的,怎么拐弯的 对面的坦克怎么样对着他开炮的 都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人家陆续的杀其他人的 天上的卫星,也给拍照了下来 还有无人机啊等等的,都有完整完整的 那个视频啊,我都在国内的平台上分享过 后来被人家给下架了嘛 也不知道国内的那些网管门他们怕什么 那是俄罗斯人犯下的罪行,又不是你们犯下的 你们有什么义务替他们遮盖啊 遮盖的有什么好处啊 有真的,他血盖不住死孩子嘛 血总是化的 到时候什么都会浮出来的 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必要吗 我们就是从战场再回到布查吧 刚刚不是说到布查了吗 就是2022年3月31号 乌克兰人就把俄罗斯人完全打跑了 完全控制了布查 就开始善后发现了那些受害者 今年2023年3月31日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 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在布查 召开了一次布查峰会 有很多国家的代表团都去参加了 这个布查峰会,在布查召开 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要追究俄罗斯 诽谤的罪行嘛 就是要成立一个国际的更完善的机制 来搜集证据 来寻找 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各种各样的决定吧 就是怎么样把玻尿酸给抓起来 把玻尿酸以及他手下的那些战争贩子给抓起来 以及那些具体实施轰炸 具体实施对平民开枪的 对平民的房屋开炮的那些人 具体实施的 也要让他们睡不着觉 让他们的家人提心吊胆 直到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之后 然后他们才能够心安理得 当然了,现在的好处跟二战末期不太一样 就是乌克兰没有死刑 我有时候也是希望乌克兰能够归附死刑 能把那些坏蛋引渡过去 让他们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呢,乌克兰要加入欧盟 一些朋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 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 很可能就是不能有死刑 所以乌克兰未来大概率还是不会归附死刑 所以便宜了俄罗斯的罪犯了 即使被引渡给乌克兰,也就是做几年老而已 就是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老而已 如果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 在监狱里头,这个医疗条件也不错 说不定还能够活着出来了 这东西都很难说 说到这个战争罪行 我们也得提一提孩子嘛 就是乌克兰的孩子被俄罗斯人给抓过去 有的呢,就给他们自己当孩子 有的呢,就关在孤儿园里头 有的呢,就给他们当奴隶 今天呢,我又敲了半天的字幕 在这个平台上,在YouTube 就是那个西瓜头条上 发了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 那个视频就是一个乌克兰的网红啊 在Telegram上,就是电报群里头 电报频道上 跟一个车臣诽谤 就是支持卡特洛夫的 相当于卡特洛夫的仆人吧 可能名字叫阿斯塔法 就跟他这么聊天 在那个视频里头有个小男孩 这个女孩子可能就是属于乌克兰的 找孩子的那个志愿人员吧 就是民间力量,现在乌克兰的民间力量 相当相当的强大 就乌克政府一样强大了 很多很多就是在前线 跟俄罗斯人军队此刻的 杀俄罗斯入侵者的,那也是志愿者 那也是,可以说是民间力量 就是,刚才那个网红也是民间力量的一个成员嘛 他呢,就找着了这个穆斯塔法 就是车臣的一个支持卡特洛夫的一个诽谤 卡特洛夫的仆人嘛 就问那个,他跟前那个小男孩用乌克兰语问 问这,问那 当然,那个穆斯塔法车臣人他不懂乌克兰语 他打不上来 那小孩给他当翻译,小孩懂乌克兰语嘛 后来就问他们 从哪儿来的,说是从乌克兰来的 就是那小孩是从乌克兰抓去的 原来具体问哪个城市的时候 小孩不敢说呀 那他胡说八道 一不高兴了,回去可能就打呀 这个游牧民族的脾气都是挺坏的 打孩子,那就像吃饭一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常见的 尤其是那个车臣匪方们 所以就是后来,你就知道了 这是乌克兰的孩子 其实那个网红一开始可能就知道 要不他怎么能够联系上那个穆斯塔法呢 穆斯塔法说这是我儿子 我是俄罗斯的英雄 怎么怎么着怎么着 后来他自动就把那个视频画面给切断了 我看那个网红嘴一撇 相当的难过,可能忍着眼泪了 说这又是一个乌克兰的孩子 看着让人相当相当的心酸呢 本来这个视频 我就想直接放上去算了 因为敲字幕是相当相当累的 我的店里的生意也是相当忙的 今天呢,我为什么给朋友们 录视频录得这么晚了呢 我又去好市多超市取我的眼镜去了 你看这个就是很高的价格 这个配的眼镜 其实跟我那个旧眼镜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呢,我也确实需要另外一副眼镜嘛 就这么着吧,反正 好像感觉也挺不错的,看着也挺清晰的 戴着也挺舒服的嘛 这就说到我的眼镜了 我也挺忙的,所以就是要 做那些字幕啊,其实也要下很大的决心 用了一两个小时吧 像我们加拿大的最低工资水平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15块加元嘛 一两个小时,就是最低工资的话 也得30多加元 像我这样的,做这样的工作 一般是能够,就是在 给别人翻一字幕的话 一般一个小时要挣60多美元 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话 就12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 也差不多250多块钱人民币了 也是相当于 我做这个 给朋友们发那个视频 其实我发什么视频 都是陪伴买卖嘛 我就是为了医生吆喝 为了我自己爽嘛 有一个,我的观众啊 就通过私信啊,通过评论啊 不停地跟我联系 劝我说你在国外搬运这些视频过来 没有多少意义,又不涨粉,也没有观看量 也挣不着钱 你不如给我们开直播,跟我们聊 嘻笑怒骂,你就骂这个玻尿酸 我在这里给朋友们统一回复一下吧 我现在不太适合搞直播 首先呢,我这个说话 口齿不是特别的伶俐 因为遗传的原因,我多少有一点点磕吧 经常这个思想断片 但是呢,要直播的话 我呢,可能就要连续的 不停地说,不停地要互动 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我自己心里需要克服很多很多 另外呢,我开这个小生意嘛 随时都有人进来,我要做直播的时候 人进来,我再停下来 然后呢,我就不能够专心地对客户 也不能够专心地对观众 所以呢,就两边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我就是只能是给大家录播 录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外面来人了 我就停下来 或者我一会儿再给朋友们再录一遍 或者呢,我就把这个视频就这么发上去 就行了 总之呢,我们再回头 回到这个布查吧 这个布查,朋友们千万不要忘掉 乌克兰人也不会忘掉 那个地方可能 以后每年都要举办分会 每年都要 进行纪念 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成为乌克兰 所有乌克兰人 承受这次战争苦难的 一个名片吧 很多人一提到布查 肯定就会想到整个乌克兰 所承受的苦难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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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